今天这个教学非常非常重要 它可以说是干货满满 因为它是对于每一个摄影师 在拍摄小姐姐或者是另外一班的时候 可以让他们对你的作品感到非常非常的满意 因为这个教学可以让他们的脸变得更瘦小 让他们的肤质变得更好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教学 它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简单 可以说是连小白的剪辑师都可以轻松学得会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首先我们必须去安装一个APP 那目前这个APP是针对电脑的 它目前有Windows版、Mac版 那你安装完之后就打开之后会变成像这个样子 第一个步骤我们就按开始制作 我们要导入素材想要修炼的东西导入进来 导入素材是我之前拍摄的一个小姐姐 那我们看到这个小姐姐 她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漂亮 那因为今天的主要的目的是帮小姐姐变得更美 所以我就放大小姐姐的脸就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姐姐 她的五官其实本身就已经非常的好看了 到底要怎么做可以让她变得更好看呢 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我们将滑鼠移到界面的最右边这里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把它往下滑 然后你看到再来到这个地方 这边有个叫做美颜这个功能我们要把它打开 美颜的功能目前它提供两种选项 第一个是磨皮 磨皮的话呢是让你的画面中的肤质看起来更好 那瘦脸的话呢就迷肤起死的让你的脸变得更瘦小 可以看到它的操作呢是超级的简单 因为它是用AI的一致功能 它会自动帮你增测到你的脸部 假设我们现在按摩屏的话呢 按住这里往右拖曳过来 你看拖曳到100的话呢 应该看到画面其实这边已经有很明显的改变了 我们可以把它做个切换 那你看到这个差异性 想起来整个肤质都变得好了 那Stone脸功能也一样 帮我们按住这个地方 然后往右拖曳 然后你就会发现小姐姐的脸 那脸的两夹 这边都整个猫进去 然后变得更尖细 那我们看一下差异性在哪里 关掉 打开 关掉 打开 让你整个脸变得看起来更精致了呢 如果说你今天拍摄的对象呢 是你的另外一半 那就记得磨皮跟瘦脸 就是把它开好开满 特效开到100就对了 我觉得这套软体它特别的好处呢 就是它不会让你的脸看起来非常的假 即使经过AI修饰完之后 如果你是针对在于自己在拍摄的是小姐姐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我们要让它更接近现实一点的时候 我们会把数值大概调到50 那它整个就会比较显得自然一点 那你们再看一下效果 关掉 打开 关掉 打开 甚至效果方面就不会感觉到差异到那么大 但是又可以感觉到好像有修饰到 这样的话就会变得比较真实一点 比较接近原始的相貌 今天这个教学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在底下面留言 我一样同样会把我所知道的技能告诉你 如果你还有想要学习剪辑的技巧的话 也可以在底下面留言 我是蔡少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 拜拜